又 善道大使 于法寺赞中人 红氏多门四十八 偏表念佛最为亲 实为夜夜之愿 昔为念佛 这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尼陀名号不可思议 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名号表伐不可思议 名号的利益不可思议 名号实在讲 数不尽了 清净万论都从一句名号 所流出 不但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 世尊四十九年 大神大神 大神是佛 大神是菩萨 是世间的圣者 他们 所修 所悟 所振 所教 无不戒是从 弥陀名号所流出 为什么 你把名号翻成中国意思就明白了 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 无量觉啊 你看他这里说一阵觉 一阵觉不就是无量觉吗 无量觉中流出来的 就是一阵觉 善巧壮业 一阵觉流出 我们对这句名号不认识 也不知道这句名号 与我自己有什么关系啊 所以把他放在旁边 不理会他 不知道那是宝 世出世间第一发宝 世出世间所有 佛法珍宝 都从这一句名号流出来的 你能相信吗 什么时候你真的相信呢 你大彻大悟 明心见心的时候 你就相信了 没到这个时候 你还不能相信啊 到这个时候 彻底相信了 为什么 你签正的境界啊 你正得了 所以 彻表念佛最为亲的 这句话说得好啊 我们能不能直下承当啊 啊 啊 在这一生当中 不要再迷了 王后 我三三三四四 啊 谁给我最亲呢 念佛最为亲 念佛 我的父母 我的祖宗 在里面吗 在里面 一点都没错 五十届来 我们的十足 全部都在佛号里头 那 念佛就是念祖宪 那 念佛就是念师长啊 弥陀一亿愿西威尼佛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设的一切尽教 也是西威尼佛也 再广义那就没有一样不包括这里头